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胆追求 而与此同时 日本却因为资源匮乏 而禁止平民穿染色的衣服 至于纽约 还是印第安土著的天下 根本没有开花 唐女直爽 爱穿男装 帆领窄绣长袍 马靴配腰带 头上裹服头 这便是唐女的胡服骑射装备 这种打扮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 也只在唐朝出现过 唐女爱美更爱化妆 她们每天早起后 就开始 肤浅粉 抹盐脂 涂黄化改眉 点口汁 苗面叶 沾花垫 七步骤完了 才能出门见人 这便是最正宗的 浓妆艳舞 唐女 无论站还是坐 都是重心向后 放松而易燃 好像四周都是鸟语滑向 不像现代女子 重心向前 满身匆忙的硝烟味道 那种心态 快节奏高压力的 现代女性 不怕早已陌生 唐朝的时尚 是有尊严的时尚 今日妖系唯美 从人类学的角度 据说是为了证明 自己未曾生育 大概只有在 辉煌的大唐 欲竟才可以那样 堂堂正正地 舒展自己的身体 为所欲为的 纵容自己的体积 就像唐朝本身一样 要不负此生 尽情尽情 The End 请不含